究竟我要先做了幾年 還是要立即一畢業就創業 有些人就這樣說 趁年輕出來創業 還是做了幾年 有了一定的經驗才走出來 其實我們的結論 一定是有經驗 因為就算你肯出來創業 但其實你的成功機會很低 與其是這樣 不如掃幾年前 觀察多些世界 原來世界是這樣的 我怎樣在這個世界裏 可以找到生存的空間 這些是經過一輪 你自己工作的經驗之後 你可能會摸索到 而且你也可以在過程裏 找到你的拍檔 因為有時候做事的拍檔才重要 有些找了同學去跟他拍檔 幾下就已經不對了 我見幾檔都是同學來的 都是散了的 很多人做生意 為何這麼迷信 因為他們都看不到市場 有些人覺得自己很好運 突然撞了才能生存 但我們有這麼多學識的人 我們就不相信運氣 反而我們在過程裏 如何應變 這個才是重要 因為市場變得很快 剛才提到市場 如果市場已經有幾個大隻佬 霸佔了在這裏 我們唯有就是paradigm shift 就是走歪少少 可能走歪少少 就有個空間讓我們飆出來 但如果你沒有工作經驗 就算你見到空間 你都去不到 去不到那個位 還有我們最強調的就是 我們那個成功的機會 因為你稍為有少少 成功的經驗之後 其實投資者就肯給你錢 因為現在仍然有很多年輕人 就認為做生意 當然是我自己去運氣 這些就太自大了 我也是很強調 就是找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就處理了國內的業務 我們香港的就是處理香港和海外 兩人一起合作 效果最好就是一加一等於三 但怎樣去找合作夥伴 其實我發覺年輕人 比較容易找合作夥伴 剛才也提過 因為現在很多大學 都很多內地生 他們都來到香港 如果他也懂得說廣東話 適應到香港的生活 他在香港找回香港的年輕人 做他的拍檔就很自然 而且有所謂的感覺 很多人都會想說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在找工作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在聞出